你重生成了一头猪 而且还是猪场的老大 你每天的目标就是吃河水 争取早日 长到一千斤 丁 目前体重三百斤 进食普通饲料 体质加一 力量加一 原来你觉醒了 吞噬进化系统 只要吃东西就能不断变强 虽然吃饲料提升很慢 但好在这里足够安全 只要我早吃晚吃 总有一天会吃到一千斤进化成人 正当你还为此高兴的时候 没想到两个人类的出现 打乱了你的计划 爸爸 不要杀大白 他很乖的 一位小萝莉拉着壮汉的手 不断撒娇 可壮汉并没有丝毫表情地说 呀呀 中午的红烧肉香不香 香是香 可是 还没等小女孩说完 壮汉摸着他的脑袋说道 放心吧 不沙烫 肉食厂那边早就订好了 等快过年就把它卖出去 听到两人的对话 我突然觉得嘴里的饲料不香了 看来被送上餐桌当红烧肉 是迟早的事了 不过好在离过年还早 只要在此之前获得进化 一定有办法逃出养猪肠蛋 想到这里 你瞬间斗志满满 这两个月你疯狂加快进食速度 不管黄瓜还是西瓜 你都一股脑往嘴里散 然而结果却不理想 系统 我如今力量多少了 还有多少可以进化 冰 打开宿主页面 种类 加猪 体重400斤 力量8点 体型2点 一直吃的都是低能量的食物 各项属性增长并不明显 想要达到1000斤进化 根本不可能 虽然相比其他家族而言 自己已经是巨无霸的存在 但想要和人类对抗 完全不够资格 当你还在为此发愁的时候 壮汉带着几个男人来到你的面前 看到你又长胖了一圈 他的眼里笑开了花 弟兄们 单一把手 把我家的炮篮子装好车后 我请大家戳一顿好的 随后 几人拿着工具来到你的面前 实施绑猪行动 你不要过来啊 花里胡哨 看你还跳不跳 即使你奋力挣扎 还是被抓着尾巴 拖出了猪肠 很快 来到了庄猪地底 你看着面前带铁笼的大货车 你的心凉了又凉了 卧槽 庄蜘蛛而已 要这么大的货车吗 而且还是带铁笼子那种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很快 你被装上货车的大笼子里 正当你以为 这次肯定九死一生了 已经发现对方 竟然没有给铁笼上锁 而是用一把插销进行固定 这无疑是你逃生的最后希望 真是天无绝逐之路啊 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 等待大货车开上高速之后 你才用舌头 不断推动插销的一种 眼看就要打开笼子的时候 你却停下了动静 两只猪眼 快速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逃生计划 想要做到万无一失 那么逃好的地方 一定要慎重选择 必须要找到一个森林或者大山 才能避免和人类起冲突 而且越是人际罕至的地方 越是和自己 勾起来发育 你等待了大半个小时 你终于发现合适位置 当即你也没在游 一身舌头把插销舔开 然后两只后提一用力 放下了高速行驶的货车 我 自 游 了 没想到你一落地就和五灵红光杠上 幸好你的属性并不低 才伤到了右腿 由于担心被人类发泄 你一秒钟也不敢耽搁 立刻钻进了森林 你终于自由了 当务之急 必须要先找个隐蔽的地方 好好养伤 毕竟这里可是原始森林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其他猛兽的食物 就在你这么想的时候 前方大树下 一棵黑褐色的植物引起你的注意 你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前一看 这是和首屋 而且还是一棵82年的和首屋 正好自己的后腿受伤了 有了它 自己腿上的伤势应该很快就能好 正当你想张口吞下和首屋的时候 一条半米长的蜈蚣 突然从树后钻了出来 重生成了一头猪 并且觉醒吞噬进化系统 本以为你能顺利搗到一千斤进化 没想到你却被猪肉老提前送去肉市场 你为了活下去选择跳车 不料刚落地 你就和武林宏光杠上了 幸好你在森林里发现一株82年的和首屋 这无疑是你快速恢复的良药 正当你想张嘴吞下和首屋的时候 一条半米长的大蜈蚣钻了出来 卧槽 好大的一条大蜈蚣 要是被这个东西咬一口 大象都扛不住 何况是我 不过既然发现了这条蜈蚣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突然加速 庞大的身躯直接撞在树上 随后掉落的树枝刚好砸中蜈蚣身体 紧接着 你屁股坐了下去 大蜈蚣当场隐恨西北 这么大的蜈蚣可是宝贝啊 吞了它肯定会增加不少力量吧 想到这里 你张开大口 迅速把大蜈蚣吞进了肚子里 斤 宠类 夹猪 体重 480斤 力量 16 体型 6 斤 决醒吞吸数 吞吸数可将食物直接吸入口中 并且可以吞噬大量食物 哇哇哇哇哇哇哇 不得了不得了 有了这吞吸数 可以快速加快自己的进化速度了 为了验证吞吸数的效果 你对着不远处的核手屋张开了嘴 核手屋竟直接朝你飞来 地边飞的同时还在不断变形 最后被你一体吞下 你的后腿感觉到了一阵酥马 原本有些骨折的后腿 慢慢的竟然可以自由活动 真行 果然82年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鸡桶查看属性 一种类加猪体重500斤 力量18体型8 一猪和手屋又让自己的力量和体型增加了两点 这片森林真是我的宝地啊 在大树附近吃了两天后 你的体重达到600斤 眼看周围的食物对你的提升越来越小 你迈开了蹄子往森林深处抵去 但是没走过远你就在一条小河边躺下 这么多小鱼儿正好可以练一练吞西术 顺便看一下吃鱼会增加多少处性 叮 力量加1 知道吃鱼能大幅提升力量 你直接躺在河边 看着鱼靠近就张开走 叮 体型加1 叮 力量加1 伴随着你吃掉的鱼越来越 你的身形肉眼可见的增大去 叮 目前体重650斤 体质30 力量50 昆石一般的小鱼提升已经不再明显了 想要继续进化就必须得昆石更大型的动物 想到这里 你决定朝着森林的更深处前进 可刚前进不久 你便听到狼嚎的声音 火滴马 有狼群 你本能打算躲开 但又产生了浓重的好奇之心 叮 自己的第一次进化 虽然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 但是体型极不容易获得 相比只有村室大型动物 才有可能快速地增加体型 想到这里 你还是小心地朝着狼嚎的方向摸了过去 没想到的是 当你看到狼群的时候 它们正在围攻两头黑熊 正常情况之下 狼是不敢攻击黑熊的 很显然它们的目标是黑熊旁边 瑟瑟发抖的那只幼崽 而大黑熊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 你的出现打破了双方的僵持 一头接近两米的头狼 对着你发出低吼声 可看着你的体型 却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各位好兄弟 大家坐下来 好好聊一下人生行不行 渊渊相报何时了呀 还没等你把话说完 突然 偷袭 老娘不发威 你当我是哈喽Piggy吗 此时 猴狼一声长啸后 也带着狼群开始仿击 而且还安排了几只野狼 朝着熊孩子扑去 本来你想着 双方大战 正好渔翁得利 可看到熊孩子可怜的模样 你还是动手吧 你庞大的身体 犹如推土鸡一般 直接冲向了狼群 几头野狼 直接被你顶上了皮 紧接着 又有个猪突骨鸡 三头野狼 在被你强悍的冲击力 撞回十八米开外 头狼看着你庞大的身躯 再次放生长相 本以为头狼 会对你进行反击 没想到 却带着狼群 迅速钻入树林消失不见 大黑熊深深朝你看了两眼后 也带着熊孩子 钻入了森林 真是有惊无险 你看着地上咽气的几头野狼 你张口就使用了吞吸鼠 听 体重750斤 力量80点 体型70点 真小 果然 吞噬大型野兽提供的属性加成更高 距离1000斤进化就差一个250了 你吃饱喝足后 慢悠悠地向着丛林深处走去 然而一个奇怪的东西让你停了下来 这东西浑身漆黑 有着一米多长 你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猎人常用的捕兽夹 在这种原始森林深处放置捕兽夹的 这些人一定不是正规的猎人 而是偷猎者 正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一声巨大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这声音不会是那个大可爱吧 我地马 重生成一头猪 并且觉醒吞噬进化系统 你只是吞掉几头野狼 你重就飙升到了750斤 为了快速达到1000斤进化 你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 不料竟发现前方有偷猎者布置的武兽甲 就在这时 一声巨大的唬响声从不远处传来 你立马透过树林看了过去 这是东北虎 旁边那些人应该就是偷猎者 兄弟们 这下发财了 天色不晚了 得赶紧离开这里 找个安全的地方和其他人会合 可恶 还是晚了一步 要是能吞掉 这只大可爱 想必就能突破1000斤进化 烦死了 看来只能等到天黑再行动了 此时天色已晚 三个男人坐在篝火旁跑 你强化的武感 让你清晰听到对方谈话 这次真是违宪 不过星馗把计划完成了 不过还是不能雕一清新 请万恶们轮流寿烟 防止有其他人来 抢夺咱们的赞礼品 他们把大可爱藏在哪里了 你的目光不由地 顺着地面细细地寻找 果然看见一只粗大的虎尾 从一个黑色袋子入住 果然还没处理 那只大可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很快就到了深夜 这群人只留了一人在外守夜 你眼看机会来临 便撒开蹄子狂奔起来 我他们来了 守夜的男人刚端起了枪 你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一下子打他 撞飞起身 听到动静的几人 迅速钻出了帐篷 来了 看着地上三个黑袋子 你来了兴趣 想必这些 都是那几人的战利品吧 你掀开第一个袋子 这是一只接近三米体长的东北虎 即便这只东北虎已经打了 但是身上还散发着 射人心魄的气势 要是吞噬了 这只东北虎 自己估计完全可以 达到了进化的条件了 不知道第二个袋子会是什么呢 你继续掀开第二个袋子 这是一只体长达到三米五的大棕熊 即便是750斤的你 心中也有些震惊 这次可以大饱一餐了 大棕熊的出现 让你对第三个黑色袋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迫不及待将第三个袋子掀开 卧槽 竟然是两只活着的小老虎 两只小老虎看见你 不仅没有跑 一蹦一跳地来到虎妈妈旁边 呜叫 听到小老虎的低沉的呜烟声 你在琢磨 要不要一起把它们吞掉 这也没几斤肉 吃了应该增加不了多少能量吧 还是先吃掉这头大棕熊吧 看看能不能 直接就开启进化 你张开大嘴 使用吞吸数 大棕熊便朝你飞来 一边飞的时候还一边变息 被你轻松一口吞下 一种类 夹猪 目前体重950斤 体质100 力量120 还差50斤进化 吞掉大可爱的化能量又过剩 看来只好吞吸这两只小可爱了 你幽深的目光看向两只小老虎 两个小家伙顿时浑身颤抖起来 完全吓不了口 伸不了舌 你最终还是没有吓手 而是把目光看向他们身后的东北虎 对不住了 看着你靠近 其中一只小老虎发出低沉的吼声 而另一只小老虎却一眨眼跑 看到这一幕你没去追击 而是继续朝着东北虎靠近 你打算赶走这只小老虎 再吞掉大可爱 开启进化 别怪我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不对 是诛才对 正当你准备靠近东北虎的时候 离开的那只小老虎又跑了回来 嘴里叼着一个黑色袋子 跑到你的面前一手 袋子里居然掉出来了一堆药材 灵芝 人参 核手屋 洒满一地 嗯 这是给我的吗 小老虎动了动脑袋 示意这是给你 你毫不吝啬地张开嘴 使用了吞吸术 地上的药材被你一股脑吞起 终于你的体重超过了一千斤 一体重一千斤 恭喜宿主达到净化条件 请问是否开启净化 必须开启啊 话音刚落 你全身上下忽然涌现出一股能力 能量中不断散发出一丝丝的红光 直到你的身影被隐没在红光之中 经过一眨眼光 一道巨无霸的身影 没错 这正是你净化后的形态 你白嫩的皮毛上长出了黑色硬甲 背上更有火红的毛发缠绕 你净化成全新的物种 黑甲珠 一 种类 黑甲珠 体重一千四百斤 力量三百 体型三百 法术 吞吸术 黑甲 效果 黑甲覆盖状态下 可免疫一般的物理伤害 有了这一身黑甲 防御力 直接上一个档次 再配合自己的体重 即便是坦克撞过来 都安然无恙 这时你回头看向两只小老虎 经过刚才的观察 这两个小家伙 不仅富有灵性 而且忠诚度还非常高 或许未来能给你提供帮助 你没有吃掉大可爱 反而挖坑 把它埋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小老虎 对你也少了几分敌意 要不你们以后就跟着我吧 这样我还能保护你们 小老虎听懂了你的意思 跟随着你离开了营地 系统 我现在的体重极限是多少 一 宿主目前的体重极限是两万斤 力量和体型极限都是两千点 哪里 两万斤 系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吃什么能够长到两万斤 你是让我把整片森林都吃光吧 穿过丛林的这五天 你一路吞吃各种大型动物 体重已经暴涨到了三千斤 力量和体型都增长迅速 就连跟着你身后的小老虎 也长壮了不少 很快已经到了原始森林的南部 也是整个森林的最深处 不愧是大龄森林的核心 这空气之中仿佛散发着一股香气 就连潭水都如此清澈 两只小老虎不等你招呼 就冲进潭水汽水 你也没有在意 倒在一旁的草地上 就呼呼大睡 而你这一睡 就差点就丢掉杏鸣 突然一声急促的呼啸 把你惊醒了 两只小老虎迅速跳上岸边 你抬头看向河那边 一条体长超过十二亩的巨猛 出现在你面前 一半藏在水中 冰冷的眼神 死死盯着爬起身的你 你重生成了一头猪 并且获得了吞噬进化系统 你只是吃掉一堆药材 竟进化成了一千斤的黑甲猪 为了能进化成人 你冒着危险往森林深处走去 不料竟发现水潭里有巨猛出没 看来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 两个小家伙快到我身后来 一瞬间你身上的黑甲 布盖了一股能量 随后两只追平用力一根 朝着巨猛的方向飞了过去 巨猛见状也立即做出反击 你巨大的冲击力却没有伤及分好 此时巨猛立刻前回城 等待伏击机会 而你却直接跳到水潭之中 你敢如此嚣张 站在有利于巨猛战斗的水中 只因你净化过的无可 不管是嗅觉还是视觉 都超越一万度 你能清楚看到巨猛的黑影 在水里不停移动 你微微一笑 把背上的黑甲卸了一块上来 在嘴里捣鼓一下 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力气 随后眼睛死死地盯着湖面里的黑影 闪烁着荧光的力气 直接插入了水中 水面开始剧烈地晃过去 一条庞大的尾巴 出现在水面上 疯狂摇摆 请问阁下该如何应对 此时水面上血色弥漫 在剧烈晃动了一个小时之后 巨猛终于没了动静 这只巨猛 比之前捕获的任何动物 都要大上不少 吃了它或许能增加自己 不少的力量和体型 你咬下一节尾巴 丢给了两只小猫 随后便自不自地吞吸了起来 这时变故突起 一只四米多高的银色巨狼冲了出来 可它的目标却不是你 而是一旁的两只小猫 你灵敏的嗅觉 立刻发现了它 竟敢觊予我的小弟 那我只能送你灰漆 正当你要出手的时候 你身后竟又出现了一头 六米多高的大宗雄 并且也做出了攻击形态 肯定是灯彩和巨猛 战斗的动静太大 居然吸引了周围不少凶猛的野兽 面对一狼一雄你丝毫不慌 只是微微一笑 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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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 你全身上下的飞甲 散发出一股能量 周围的温度也在急速地升高 突然 大宗雄看到巨狼被你轻松干掉 吓得赶紧掉转方向 钻入了森林 你没有选择继续追击 而是躺在地上立刻休息 毕竟你才刚和巨猛战斗过 身体早已疲惫不堪 你们两个小家伙帮我 把那只野狼的尸体拖回来 两只小老虎 屁颠屁颠地去拖野狼的尸体 而你留在原地 继续吞吸着巨猛 直到被你吞入了 很快两只小老虎 把巨狼的尸体拖落 你一刻也没在游泳 直接将巨狼吞入了口中 连续吞吃了 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之后 你能够感受到 全身上下热气明暖 地鼓鼓力量 不断地冲刷着全身 你的体型也在不断等着 系统查看属性 冰 体重3600斤 力量600 体型550 技能 吞吸数 黑甲 吞吸过后 体力恢复相当可以 是时候要算账了 你抽动着鼻子 领着小老虎们 认准了一个方向 迈开了梯子 赶在背后 玩勾锡当老六 今天加摊 我们先去把那只熊老六解决了 很快 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山洞 小老虎停下了脚步 缩在了你的后面 想必那只熊老六就藏在里面 虽然单凭现在的肉身 就能碾压对方 但你依旧谨慎 开启了飞甲技能 才朝着山洞内部走去 然而刚踏入洞口 你便被一巴掌扇飞出去 一只庞大的棕熊 从洞穴之中走不出来 冻着你 发出了一声狂暴的幕后 你果然是个老六 还没等你把话说完 熊老六便朝你跑来 你也没有躲避 直接选择硬钢 巨大的撞击声 响彻整片森林 两人的防御力都不相上响 呦 可以啊 这时意外发生了 山体上的巨石 忽然果然可能 而有一颗 刚好要落在小老虎身上 就在你尊神之际 熊老六抬起巨大的熊掌 滑坏的皮肤 真你马的痛 小家伙们等着我 我来了 放一百个心吧 没事了 到一边去吧 不能拖延了 这只棕熊防御力 真变态 这么打下去 得打一天 你心中一念 福建 考来时 一声惊天巨响过后 熊老六死死的 汗在石地上 胸前出现了 一道两米长的伤口 随后掉在地上 没了气息 恐怖吧宝贝 你咬下一只熊掌 丢给了枪头 随后 你对着熊老六使用了吞吸手 吃饱后 你朝着森林走去 可小老虎却没有跟在你的身后 而是跑向山洞 被你逼好 想必里面 还藏有什么好东西 你小心翼翼进入山洞 没想到 里面竟然有大量的 在角落里 还有一个池子 里面装满了金色蜂蜜 这森熊恐怕是把这只蜂蜂的身体掏空了吧 居然给我留了这么多好东西 你先是对着地上的药材 先行吞吸 紧接着 你又吞掉池子里的金色红 加上刚刚那只熊老六 此时的你 估计已经有上万斤了 系统查看属性 鸡 种类 黑甲猪 目前体重一万亿千斤 体质一千 力量一千一百 吃饱喝足后的你 睡一门了 直接倒在地上 打起了呼噜 当你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下午了 正好看到两只小老虎 手在洞口 你心里一暖 便带着两只小家伙 扫荡了周围一圈 等小老虎吃饱后 你继续朝着森林深处前进 没想到森林的尽头 竟然是海岸形 而且在岸边还有座军事基地 不远处 还有一头红色蜥蜴 正在啃一架坦克 你重生成一头猪 并且觉醒吞噬进化系统 18米长的巨猫 被鸟箭击杀 大黑熊只是一个野蛮冲撞 就隐恨西北 为了加快进化速度 你来到海岸线上 寻找海中神兽 不料竟发现 这里有人类建造的军事基地 不远处 还有一只红皮蜥蜴 老子还正发愁 没东西可以吞噬了 这两只大蜥蜴 出现真是时候 说完你便朝着大蜥蜴的方向走过去 这时基地里的侦察兵发现了你 长官 不好了 你快看 有只怪兽在移动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它是我们目前在陆地上 发现热量最高的怪兽 就连海中的触角蜥蜴 都比不上 听到这个信息 众人满脸震惊 一位军官更是着急下令 想要将它击杀 立刻调整炮火 瞄准这只怪兽 慢着 暂时不用 陆地上的这些庞然大物 和海中的不一样 如果不惹怒它们 它们很少主动攻击人类 这也是军区将我们驻扎在这里的原意 一方面是监察南域森林这些动物的动静 另一方面就是监察海中的那些怪兽 很快 你来到了两只蜥蜴面前 它们感觉到你不好惹 并没有贸然进攻 而是在缓缓的后腿 盗嘴的食物 怎么能让你们跑了 你只是一个隐瞻冲撞 便轻松解决掉其中的大家伙 你这一击被基地里的丧镳 清晰地捕捉到 众人满脸惊骇 还带着一次恐惧 毕竟一只触角蜥蜴 对它们来说都难以对付 而你却如此轻易就解决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是时候 该实战训练一下了 老子也不能 每次都能照顾到你们 剩下的那一只就交给你们了 两米长的小老虎 面对六米长的大蜥蜴 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决斗 可小老虎 却凭借超高的米洁 闪避了蜥蜴几乎所有攻击 而且还在对方身上 留下不少伤口 呦 可以啊 大蜥蜴彻底发怒了 它不顾一只小老虎的私咬 疯狂扑向另一只小老虎 然而就在它快咬中小家伙时 你只是用一只手 就挡住了大蜥蜴的冲击 想要动我的人 先问过我的猪蹄吧 只见你一骑子甩在了它的脸上 两只小老虎趁机咬破它的喉咙 大蜥蜴掉在地上挣扎了两下 就没了动静 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 你的吞吸能力 你让小老虎 拖着大蜥蜴回到森林 难道这又是一只相当于蜥蜴王的存在吗 吞吸了两只红蜴蜴后 你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一万两千斤 快了 只要再多嘎几只蜥蜴 应该就能再进化了 有了目标之后 你每天都会带着两个小家伙 在岸边的红蜴蜴 而立于岸边的军事基地 这几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你的实力 今天又杀了几只 报告 野猪王今天已经杀了四只触角蜥蜴 其中有一只超过十米的触角蜴蜴 太残暴了 太变态了 吞食完这一只 讲必也快达到二次进化的两万斤了 就在你拖着红蜴蜴蜴回来的时候 一股空灵的气息从大地升起 瞬间变成了灰色的薄物笼罩森林 你的脑海中瞬间想到一个词 灵气复苏 你体内的吞吸术竟然自动运转了起来 周围无数的灵气直接被你吸入体 你身上的黑甲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则是金色灵品 冰 种类金甲猪 目前体重两万五千斤 力量二千五百 体型二千四百 二次进化 觉醒琉璃火吐息 身长十五米 身高六米 现在的你变成一尊金甲巨兽 当你看到两只小老虎时 它们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没想到你们也能进化 那就给你们取个名字吧 就叫大虎胖虎吧 就在你这么说的时候 一声刺耳的嗡鸣声 从海岸线传来 你赶紧带上大虎和胖虎摸了过去 原来是十几只红皮蜥蜴 正在进攻基地 此时的它们都足有十几米长 可为首的家伙 却是一身青色皮囊 头上还长着一只独角 体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二十米 面对着各种死弹和大炮 红皮蜥蜴们竟然不少 自顾自的摧毁着基地的设施 然后就像食蚁兽 吃蚂蚁一般 天使着不断攻击的士兵 将军 不好了 触角蜥蜴 已经攻入基地了 我方伤亡惨重 将军目光沉寂地说道 所有人上刺刀 准备肉搏 兄弟们 杀一个狗笨 杀了一个后防 就烧一些伤旺 眼看刺刀对蜥蜴 无法造成伤害 士兵们都跳到蜥蜴身上 从身上掏出一枚手雷 拔掉了手中影线 剧烈的爆炸 只是让这几只蜥蜴受惊伤 而蜥蜴对付他们 就像蜂蜴一般容 救命啊 你看到这惨烈的一幕 心中升起了怜悯之心 虽然我现在是一只猪 但我前世也是纯血的华夏人 敢残害我同胞 受死吧 你毫不犹豫 朝着蜥蜴冲去 可是刚跑不远 你就停下了梯子 此时一味踩着金箔 身穿粗布灰衣的僧人 出现在了空中 裤打石出现了 灾们悠久了 僧人刚落地 脚下的金箔就朝着蜥蜴飞去 将其中一只大蜥蜴的身体 一分为二 呦合 可以啊 眼看其他蜥蜴都畏惧纷纷厚嘴 回首的独角蜥蜴 却咆哮地撑了尽 僧人脚下的金箔瞬间消失 直接出现在独角蜥蜴的脑袋旁 独角蜥蜴轻松了头躲 紧接着加速朝着僧人飞去 僧人的反应也很迅速 立刻向后跳出十几米 不过它还是低估了 这只独角蜥蜴的足 独角蜥 抬起巨大的尾巴 狠狠地砸中了古大师的身体 大师 几个士兵连忙前去营救古大师 眼看对方的大师倒下 独角蜥蜴一声怒吼 十几只蜥蜴收到指令 立刻发动攻击 兄弟们 这儿我们可以接了好吗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海中突然开始剧烈地翻滚了起 一道庞大的金色声音 直接从水面之中冲了 我根本来了 终于 出 老板 种 语